如果临终时对着家庭有留恋之心 同时很想阿弥陀佛来 但又有夹杂怕阿弥陀佛没来 不过虽能怕阿弥陀佛不来 但希望很想阿弥陀佛来的心里 绝对大过怕阿弥陀佛不来的心里 也大过对家庭的留恋之心 同时又不知净土是怎样的 这样往生的机会有多大 请慈悲开生 这是代表众生的心怒 又想去 又舍不得去 又担心那个 担心这个 这就是谈信愿问题 平时我们一定要熏悉净土的经论 使我们的信心清净 使我们的愿力坚固 如果你在离命中时 还会想家庭眷属 说明你这个厌尼说佛的厌尼就没有做到 你又怕阿弥陀佛来 来了接自己走 可不是死了吗 又怕阿弥陀佛不来 到三个道里面去 怕来怕去 来也怕 不来也怕 这都是缺乏智慧 我们要了解这个世间的所有的家庭眷属 都是梦中的家庭眷属 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而且再说的确切一点 这些家庭眷属就是让我们无量级轮回的 冤情再走啊 我们在世间总会把家庭眷属看得清热的不得了 但你如果有庶民通看看你这个跟这些家庭眷属什么因缘关系 你可就会厌尼了 所以家庭眷属不要放在心上 但是我们还没有往生之前 本着善意 完成一个角色的道德义务 除此之外绝对不要去留恋 不值得留恋 绝对就是我们有过多的留恋 才在这个世间纠缠不已 所以往生的概率的大小 完全取决你平时在信愿的缺利方面 相信阿弥陀佛是我们唯一的救助的力量 相信阿弥陀佛是我们真正的大慈辈父 远超过世间父母所有的恩等 要厌离这个三界火载 不能一刻地停留 你知道这个是火载 是牢坑 是牢狱的话 你还说阿弥陀佛来了 我还在这滋留 滋留在这个火坑牢狱里面 多待一会儿吗 如果你觉得待在这里还很自在 那就是牢狱感 这种火载感 这种牢坑感 这种东西你都没有出来 这种感知没有出来 说明你没有智慧 是这样的 所以你只要信愿建立之后 临终这一念心就是唯一的一种很强的力量 朝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叫万牛摸碗 一万头牛的力量都挽不住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力量 你去牵挂它 去信念它 毫无意义这个世界 你只要看到这个世界 看到它的本质 真的是荒唐到极点 苦难到极点的 毫无意义的 所以我们现在待人节悟 包括在这个世界干什么事 哎呀 你看看这个 现在这个世界的众生的机心有多重 对利益的追求有多猛 这个为了一些不择手段 到了何种程度 你还觉得还没有看够吗 还不产生出的心吗 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 与主上善人聚会一处 为好 尊敬的大安法师 在您讲的净土之良信愿行中提到 净土法门往生极乐 是活着就能信心决定往生 缺信命中后就一定会往生极乐 我的阿姨修净土法门几十年很精进 但现在很痛苦 因为正是还没有缺信自己 您命中后能否能往生 请慈父 大安法师开师 我应该怎么开导他 你倒是挺恭敬 我是说过往生极乐 这个法门一定要建立信心 这个信心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我虽能捏掌身重 但是阿弥陀佛发愿就是要救我这个捏掌身重的人 如果我们捏掌身重的人不能往生 他就不能成佛 所以他已经成佛了 我这个捏掌身重的众生 只要信愿使命决定往生 所以一定是相信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微生愿力 在这个层面当中 我们对往生做决定下 这里绝对谈不上供高我慢 说我有多少能力 就是我没有能力 阿弥陀佛一定能救我 你这一点信心一定要建立 你常常不能建立这个阿弥陀佛能不能往生 他往往是从自己的水平 自己的能力 自己修行去考虑 往生那么清净庄严的岔土 我是捏掌身重 我不行了 我又没有修行了 我又没有大修夫德 我的定力也不够了 我又没有广度 他会给自己找了不能往生的很多条件 我又没有功夫成片了 我又没有清净心了 是你自己化地为牢了 是你自己的怀疑 障碍了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彻底的救度了 所以你有这么多怀疑 你真的是不能往生 所以祖师告诉我们 你要做得身想 你要做往生这桩事情 一事一半 你只要一念的拿摩 阿弥陀佛就紧紧的射手不死 五逆十恶的人都能往生 为什么我不能往生 愿为卵动的动物都能往生 为什么我不能往生 你真的要做得身想 所以你的阿弥陀佛修了几十年的净读法门 修得很精进 她都没有解决信心问题 她可能修的过程 我要很精进 我要功夫成片 现在功夫没有成片 我就往生不了 她肯定就这一念障碍着自己 我要得清净心才能往生 我现在还没有清净心 我完了 我不能往生 这都是错误的 就在一念之间 你告诉你的阿弥 阿弥陀佛时间以来都在呼唤着我们 阿弥陀佛奴母一子 我们是在念佛 阿弥陀佛更在念我 时间以来都在念我 时间以来都在垂着金色的手臂 只要我们伸出手来 阿弥陀佛大手 金色的手臂就把我们抓住 就没跑了 你只要伸出手的 你只要怨去 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管你是不是功夫成片 不管你的涅障有多重 都能解决问题 所以男性就男性在这个地方 对佛的力量没有信心 所以他就越念越居上 越念越痛苦 所以你还是要转到阿弥陀佛 对我们彻底的救度这个角度 去开导你的阿弥 让他放心 你只要把怀疑放下 只要有信心 就能解决问题 然后帮他助念 请问如果心里还留恋 世间的财产事业 妻子女儿 美食或她自己很贪爱的东西 但同时也很想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的人能往生吗 还是临终时阿弥陀佛能加持他 令他不要贪恋 顺利往生 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 对世间的这种五欲 六成 财产 子女 这些隐私男女的贪恋 是避免不了的 就是正到出国的圣人 他都有贪恋 各何况反复 那么净土法门 就是能够待业往生的 虽然我们心里还留恋 世间这些东西 但是确实我们内心 有信愿持民的念头 那这里愿就是有一种厌离心 厌离娑婆心就极乐 如果你这个愿发出来之后 也就不会像原来那样 对世间的妻儿子女事业 有那么重的一种贪恋执着 一个佛教徒要知道 这些世间的五欲 子女事业 确实是梦幻抛营的事情 虽然我们在这里担当一个角色 你去做 逢场作戏的去做 尽自己一份角色去做 做完之后 心里绝对不要去留痕迹 一切都要把它看空 然后对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的一种清静 庄严 妙丽的境界 我们要生由衷的心目之心 我们只要智慧看看 现在这个五卓俄式的这个情态 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真的是火载的 烈焰 沸腾 一代不如一代 善法很难提得起来 恶法非常的有市场 你说在这个苦海当中 我们沉沦增达到落干 落干解落 今生侥幸得到人生 又闻到尽头法门 你再不从这个苦海当中 正拔出来 更待合适 如果今生不能解决往生问题 将何以堪 你要常常用这种 站在佛法的角度来思维 我要建立什么样的心态 我要具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我要重建什么样的身份方式 这样我们不至于对这个世间 有过多的留恋 如果缺失你对世间东西的留恋 贪着超过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怨行的话 那往生是有障碍的 说明你的怨还没有真正生起来 你的怨生不起来 你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怨海 就感应不上了 那你还真的就往生不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性怨行 身心相信 西方极乐世界是我的故乡 这个世间是苦海 是火载是茅坑 你的要有这个刻骨铭心的感受 这种苦难感 这种强烈的厌厉心 这种对西方极乐世界那种 这个欢喜踊跃的这种心目之心 你这种心态又生化出来 生化不出来 我们整个的内心就是这种轮回生灭的这样的心 这种心是很难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的 那灵命忠实来接引 也是我们自成求往生的心 感通了弥陀怨灵 阿弥陀佛擦那莲花 现前接引的 如果你灵命忠实还是 哎呀又是想到妻儿子女 又是想到你的成者多少 你这个很难感应道教的 所以平时要在这个训练的 智慧的这种 这种培植方面 一定要下个功夫 所以净土法门你念佛是很容易念 但是建立信愿 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这是我们一个繁复重生巨大的挑战 能不能建立训练就看我们有必要智慧 智慧的直接表达 就是你要厌力说不行就极乐 妹妹身体不好 总恐惧死亡怎么办 为什么放不下这个身体 执着在病苦中 即使念佛也不能自拔 请开胜 首先对死亡的恐惧 一般人也都会有 但是呢 你不要过于的离谱了 就是你不要总是恐惧死亡 要知道死亡迟早是会到的 死亡也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在面前 就是说我们要遭遇死亡 死亡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就好像我们的念头 这一念起来了 这一念又下去了 这个念头的起灭实际上就一个出生和死亡的过程 那把念头的生灭放大了 也就是我们的生命 那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人是迟早要死的 无常是如影随形跟随我们的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 我死了之后到哪去 那死法界当中最好的地方是佛法界 就是极乐世界 那极乐世界我怎么能拿到往生极乐世界的船票 你只要生心结阿弥陀佛 我慈悲愿离救度是每时每刻垂着精神的手臂来救度 只要我们接受这种救度 愿意往生我们死亡的当下就是极乐世界联花 你对这一点有种认知有种性结 你就心生欢喜就不会处在恐惧当中了 那这个身体你不要放不下 身体确实是一个假的东西 里面没有一个主宰 也就是没有一个我 地水火风是缘起的这种物质现象 一切缘起法缘起无自信都是空的 我们的精神现象 心意识就是发失 也是缘起无自信 身心都没有一处真实 我们的身心都是坚固妄想的产物 所以你照见五蕴皆空 观自在菩萨 他能够度一切苦恶 就是从照见五蕴皆空 五蕴就是我们的身心 了解他的空性 你不会执着 不执着当然对好的感觉不执着 因为好的感觉 愉快的感觉 幸福的感觉也是虚幻的 于是对痛苦的感觉 身体的这种病苦 也是缘起无自信是空患的 你也不要去执着 苦乐都不执着 实际上心就安定在一种 直观的状态当中 心就比较平和 虽然有时候会有病苦 但是并没有难受的苦的痛的过不去的情形 所以你把病苦身体看淡 虽然可能当下看不空 但至少要看淡一点 那么我们念佛的功夫就能着力 得力一点 如果你对身体对病苦执着很大 你完全被那种感觉控制住了 那你念佛肯定就很难念得下去 这是一个持长比消的关系 所以当在病苦当中 你不理睬这病苦 咬紧牙关来念这句佛号 不要被这个病苦所笼罩 这很重要 但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是有一定困难 原来说有一个故事 一个老比丘生病了 一生病就很痛苦 他就叫哎呦哎呦 我们一般都哎呦哎呦 那旁边人就说你这时候要念佛呀 他就哎呦哎呦啊 我念不起来啊 就是哎呦哎呦 一连串的哎呦 那你就麻烦了 越哎呦越痛苦 旁边人正好说 你就念哎呦阿弥陀佛 他觉得有道理 哎呀痛得是哎呦阿弥陀佛 哎呦阿弥陀佛 在哎呦病苦当中 打进那个穴子了 阿弥陀佛进去了 最后念哎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最后念念念念念的 阿弥陀佛的力量上来了 最后他说病好了 哎呦没有了 阿弥陀佛留下来了 在东陵寺住一宫看到一些灵命中的人 不论是在家居士或是出家师父 放不下设身 放不下设身 执着于这个身体 请开始怎样放下我之 而这题的问题还是比较的 这个提到一个核心点上 很多人虽然学佛 学一辈子 甚至出家 但是到灵命中时 倒不是所有的 也确实有部分的人 放不下自己的身体 比如得了癌症 他不是想我往生的时候到了 我一心念佛 蒙佛结隐 他大概很少是这个想法 他本能的想法 我怎么治好 到处寻医问药 到处问偏方 然后他这种要把这个癌症 治好的念头 占据了他整个的头脑 所以就把他这个念佛 求往生的心法而没有了 那一般的人在旁边又不好说 说的话 这怕他生烦恼 那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最大的病根 就是余生俱来的 无量级轮回的 一个重要的要素 就是身见我之 怕死 贪生怕死 这一念还在占 占主导的话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信愿是没有了 一个念佛行人 他有信愿的话 就会不怕死 什么叫艳丽说佛 艳丽说佛首先从艳丽自己的这个色身开始 这个身体多么的污秽 这个身体充满着欲望 这个身体多么的无常 这个身体常常生病 艳丽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是这样不好 我要换一个身体 换卢来的身体 换金刚拉罗岩的身体 那怎么才能换呢 我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就转为像佛那样的身体 寿命无量 永远不生病 金刚拉罗岩生 你要进行这么一个转换 于是无论是碰到灾难来的时候 无论是碰到自己生了绝症的时候 你就想 我即将要放下这个臭皮狼 这个很不好的身体 要换一个佛的身体 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求往生 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 不要一天想到怎么去治病治病 一般对学过的人说 你中小程度的病 可以去进行治疗 因为它有可能治好 但是你得了绝症 得了晚期癌症 你还去想什么呢 这时候就所有的治疗都放下 就是一个念头 念佛求往生 而且这时候念佛也不要求身体好 就是念佛求往生的念头 如果你命述没有到 自然念佛能够把你的病念好 这个念佛把癌症念好的例子很多 但我们也不敢过于宣传 宣传之后到时候说 我念佛就为了治癌症 那你又麻烦了 那念佛的宗旨都被他搞烦了 念佛就是为了求往生 念佛不是为了求病好 但是客观上念佛也能够使病好 这里面微妙的关系 你得要想一想 所以平时就要训练 把这个射身佛值放下 那射身佛值怎么放下呢 你天天想一个问题 就是 韩山大师当年也在观修一个 面对死亡怎么无所畏惧的问题 他就看谈经了 六祖谈经 说六祖会能都有一个刺客 都要砍他的头 所以六祖他就事先就在那边 等着这个刺客 这个刺客拿剑一砍 砍不动 六祖会能说 只欠你的钱不欠你的命 一下子把那个剑客 瞎得赶紧跪下来 说桌上有十两银子 你带回去 这个公案呢 就是那六祖会能对刺客来 他无所畏惧 那韩山大师也在观修 如果刺客要我的头的话 我该怎么办 一次他观修 发现这个刺客来要他的头 他会很欢喜的给他 没有畏惧 这样就忽然就来了一个境界了 事情来了 那时候他正在南华市 看门人说 有一个身体很高大的强盗 他说刀进来了 那韩山大师说 把门全都打开 灯火通明 换将来 把那个刺客换将来 这个韩山大师就坐在那个中堂 这个刺客拿着刀 一看韩山大师那个样子就瞎外了 自己首先瞎得跪下来了 韩山大师也就说 你来得很辛苦 让这个侍者到库房里面支十文钱给他 那这个刺客 你跑得过枪子吗 这时候你能够面带笑容对着他 念阿弥陀佛 大雄甘地就有这个水平 他刺客 他刺客拿着枪对着他的时候 甘地是面带笑容的 他就念着他平时的那个神的名字 就是这个 拉姆 拉姆拉姆 他是念着他所信仰的神 拉姆拉姆拉姆 躺在地上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所以你想如果枪对着我们 在扳机开枪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要做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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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下去 而且是面带笑容 这个没有你多年的观修 没有把这个身体彻底放下 观空 以及对基督世界一往情深的向往 你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 但是一定要达到这个程度 敬业行人一定要看透死亡 一定是不畏惧死亡 一定是带着欢喜的心 迎接死亡的到来 为什么 因为死是一种生命的转换 死亡的是我们今生的 可恶的捏爆身 死亡的终结的当下 我得到了一个极乐净土的金刚拉罗延伸 争那个大便宜 生大欢喜之心 所以要感谢那个刺客 是这个道理 好 阿弥陀佛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现象 以什么方式去判断临终者在平时或临终 是否具备信愿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抽象很形而上的问题 这个你平时是不是具足信愿呢 你是不是真的艳离苏婆呢 是不是到医院检查得了晚期癌症 赶紧念佛求往生 等到下次复查 搞错了 没有病 我还就赶紧做事 那你说你的信念是有问题 或者一谈到生病要死 就害怕得要死 要命 恐惧死亡 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求医问药 把阿弥陀佛抛到东洋大海去了 种种表现形式 所以具备信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对我们这些在三界轮回无量节的人 这种贪生怕死 这种身见我直 这种对超越的佛境界的陌生生疏 它是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一种怀疑 忧郁不决 患得患失 比如有些好像信尽的话 没有不信 你说信吧 信愿就在念佛 念佛他又觉得世间的五一六成 这种事业好像也比较重要 所以他就老是在这两端纠结 就有一个句子跟我说 我每天晚上是出时间在念佛 我念的时候老是跑着念头 你看我在这里用两三个小时念佛 我那些朋友同事人家都去很资认的玩这个去了 玩那个去了 看音要废了 如果我在这念佛 有极乐世界往山还好 如果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我不亏了嘛 他老是在那个我是不是吃亏了 那就说明这个信愿就有问题 他有怀疑 你真正相信极乐世界存在 相信那是唯一的一个好地方 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一点值得留恋的地方 这就是火载是毛坑是牢狱是深坑 不容一刻地停留 一谈西方极乐世界就一往情深 一谈娑婆世界的有为的事业 就能做减法能放下就放下 可能就有点感觉了 这当然因人而异